好 不过这种跨年经验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不想碰到 就在2023年倒数的前30分钟 高雄这栋大楼竟然有9位民众受困在电梯里 消防队员跟电梯公司人员到现场协助脱困 但是这一困就被困了50分钟 所以等他们出来时这跨年也已经结束了 受困民众表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碰到 你们困在那边困多久啊 走出大楼民众脸上既无奈又难以言语 因为跨年前30分钟才搭进电梯竟然被困住 脱困时早就跨完年 那么大第一次遇到 那就是我朋友家跨年 对对 结果就卡住了 所以你们是刚下班 刚刚下班还是 对啊 我们刚刚坐电梯上去了 电梯门一关再也打不开 大家全都傻眼 原来跨年夜晚上11点半左右 高雄新兴区一栋住商混合大楼 久未民众要上楼 结果被困在电梯地下一楼到一楼之间 消防队员和电梯公司人员获报展开救援 这一困足足困了50分钟 等到人出来已经到了2024 救出九名的受困民众 那民众全员都无答 跟他们里面的人说 啊你们超重了 这个电梯是大概可以负载多少 八个人 因为超重九人就这样被困在电梯里 本来想开心和朋友跨年 结果反而和一群陌生人 在电梯中来到2024 我觉得能够在电梯跨年是别有情趣 而且又紧张又刺激 这样的经验虽然独特难忘 但对这九人来说 一辈子一次就够了 记得梁再会邓明高雄财宝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